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雨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冰滴咖啡的另外一種應用方式 那我覺得很適合在秋天或者是春天這樣子 呃 時冷時熱的季節 它可以提供一個更有彈性的選擇 因為我們如果冰滴咖啡直接滴完 然後裝瓶放在冰箱 可能七八天它就不太能喝了 那我們如果用我等一下教的方法 把冰滴咖啡處理起來 我們今天突然起床覺得今天天氣好熱 我們就馬上可以 即時的享用到一杯好喝的冰滴咖啡 那如果是天氣冷 那當然我們就繼續手沖熱的咖啡 擺在冰箱裡面 就可以讓它飲用的時間可以拉長到兩個月 那這樣我是覺得在春秋這樣的季節裡面 把冰滴咖啡做最好的一個配置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吧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經過昨天一個晚上的冷凍以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種 冰咖啡的磚 把它弄在一個 保鮮盒或者是便當盒 我這是便當盒 像這樣子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這樣就可以放到冰箱裡面 好好保存 這樣子可以擺兩個月左右 那最後呢 我們再加上冰水 或者是 冰牛奶 就完成了一杯冰滴咖啡 或者是冰滴拿鐵 那我剛剛有拍過冷水的 就是冰水的畫面 我覺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再拍一次加牛奶 好看多了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一杯 冰滴做成的冰塊 叫冰磚吧 好不好 我們暫時先叫冰磚 冰磚咖啡 那我們來喝喝看 它的咖啡是慢慢釋放的 所以這一杯可以先擺個三五分鐘 等到它有一點融化了 我們再繼續喝下去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杯 呃 冰滴的冰磚咖啡 那我這次是加牛奶 那其實我們加冷水 或冰水都可以 那今天的 冰滴冰磚就介紹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按讚分享加訂閱喔 你看起來覺得很好喝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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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